很多人买表 买的就是盘面上的这个牌子 但有一个万表品牌 盘面上没有牌子 价格还要十几万起 那买它的人买的又是什么呢 这个牌子就叫亨利牧师 第一次出现在咱们这表直播的节目中 有人说在过去的七八年里 它是一个成长迅速的新锐品牌 也有人说 这是一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老牌子好吗 那么到底谁说的对呢 我扒了扒他们家的野史 还真有点意思 你要说亨利牧师这个人 确实有超过两百年的历史 1805年出生在瑞士沙夫豪森 爸爸是制表师 爷爷还是制表师 所以是制表家族出身 但他除了会制表 还是个杰出的商人 23岁的时候 就到俄国开出了第一家专卖店 24岁就已经在瑞士设立了表厂 在圣彼得堡征战20年 创立了自己的钟表帝国 43岁就一锦还乡 回到了瑞士沙夫豪森 而且还创办了两家活到今天的企业 一个叫瑞士工业集团 现在还在做无菌包装盒 还有一个叫莱茵瀑布铁路公司 你现在去瑞士旅游 还能看见他家的火车 当然一般老爹比较牛 儿子就不太给力 他的小儿子小亨利牧师 平时也就喜欢旅旅游买卖奢侈品 还美其名曰收藏家 不过你现在在瑞士博尔尼的博物馆里 还能看见大约4000件藏品 都是这位小亨利牧师败家子 捐出去的 后来呢 俄国十月革命了 就家道中落了 再加上上世纪70年代的石英危机打击 亨利牧师这个品牌 1979年正式消失了 直到2002年 另一个叫朗格的兄弟 看到了亨利牧师这个品牌的价值 把他复活了 但遗憾的是 这哥们儿啊 既不是阿道夫朗格的曾孙 又不是专业的制表师 作为一名精密机械领域的博士 玩专业制表这事儿啊 确实难到他了 所以直到2012年 亨利牧师这个牌子 被美朗集团收购之后 才算找到了自己的方向 然后这个牌子就开始了 大力出奇迹之旅 2015年 电光蓝盘面 外加万年力 非常漂亮 2016年 又用一枚Swiss Apple Watch 震惊了表团和时尚圈 大获成功 虽然说 后面两枚 奶酪表和多肉表 看起来有点恶心 但已经无法阻挡 这个品牌 一飞冲天的道路 而今天节目的主角 就是他们家 一枚相对比较入门 但又非常有趣的腕表 淼淼先生 橡皮擦 不用怀疑 其实我第一次看到这枚腕表 跟屏幕前的你的表情是一样的 为什么要把好好一枚腕表 做成这样 40毫米表镜 抛光的表圈和表耳 让整枚腕表的视觉重心 都停留在表盘上 但表盘 你找不到传统腕表的任何东西 没有logo 没有SwissMade 只有一个带烟熏效果的蓝色电光盘 整枚腕表的视觉中心 就在这个你看起来看不清楚的 像素级卡通形象上 如果我不告诉你这是个橡皮擦 你看到它第一眼会想到什么 请把你想到的东西打在弹幕上 让我开开眼睛 OK打住 我们先把这个有争议的东西抛开来 先看看这枚腕表到底做的怎么样 两枚传统的柳叶针 抛光细节到位 而盖帽式的表冠 也很便于拔出和操作 表冠上的M字母 大概是这枚腕表正面 唯一的品牌元素 但其实这个M 也在表壳侧面有所体现 表壳的侧面比较有层次感 用抛光和拉丝两种视觉效果 外加两侧的凹陷处理 制作成了一个类似M延展的效果 厚度目测10毫米左右 又是全钢表壳 日常佩戴应该挺舒服的 只有翻到背后你才会发现 嗯 浅眉白花 这确实是一枚高档碗 它所搭载的这枚HMC200自上链机芯 冻处72小时 三针不带日丽 应该是亨利牧师家族中 相对比较入门的自产机芯 但作为独立制表厂牌 它依然做出了相对不错的美学设计和机芯打磨 自动坨采用镂空造型 让大家尽可能多的看到机芯甲板 玫瑰金的材质配上拉丝和磨砂两种表面处理 而亨利牧师的logo则在自动坨下方 用了突刻的视觉效果 齿轮的细节和机芯甲板的打磨和处理都比较到位 对得起它这19,900瑞士法郎的关架 大概多少钱人民币呢 15万左右 你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错 那个像素级的指针咱们还没好好聊呢 其实在你购买这支全球限量仅20枚的万表的包装盒里 还藏了一个附件 就是这枚万表本应原配的指针 这也就意味着将来如果你把这个橡皮擦看腻了 还能让它回到本来的样子 为什么会有像素级的橡皮擦呈现 这就跟淼淼先生分不开了 他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法国艺术家 喜欢用各种像素级的图案来去改造一些万表和其他周边的商品 他很喜欢改装一些古董万表并拿来二次出售 比如说这里古董的劳力士 古董的百达菲力 古董的迪通拿 还有古董的艾比 而且每一个表针都是不同设计元素的像素级作品 所以淼淼先生后来被亨利牧师所看中 也是因为他在这个玩乐圈的江湖地位 而这枚万表是亨利牧师跟淼淼先生的官方合作产品 上手的感觉是这样的 40毫米的表径配合比较弯曲的表耳 小腕子也能轻松hold住 虽然带着很舒服 但这枚万表的着装搭配 我建议你稍微动点小心思 要么跟像素级的元素相结合 要么可以有一些完事不公的点缀着装 才能让这枚万表更加显得适配 最后再来回答前面的问题 为什么这枚万表要用橡皮擦替代它的时针 其实亨利牧师自己说 橡皮擦是一个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物品 但与此同时 橡皮擦在盘面上一圈一圈地转动 也就像他们的制表 把高档万表上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统统擦掉 把一枚万表真正纯粹的东西保留在盘面上 我个人觉得这个理念挺好的 就是这个橡皮擦的造型太过于像素 但如果换作我的话 我宁愿把这个橡皮擦换掉 回归它原本的三针造型 这样简单极致纯粹的样子 难道不是这枚万表真正该有的样子 难道不是这枚万表真正该有的样子 我想要给你看 我们的 Toussaint 来与你 绝福 到三岁给我 然后你再等一次 保护 我们的粉丝 好 快 我们的粉丝